对呀 吴凡 你说的话我是最相信的 他应该是在骗我们 可是就算他不想承认是我们的女儿 或者说是根本不知道以前的事情 可是为什么要否认有胎记的事情呢 边上的姚芳 妈妈同样的一脸疑惑 吴凡尴尬的笑了笑道 这个吗 实话跟你们说吧 他虽然是我老婆 但是我对他的了解 还不如对方姐了解多 具体原因吧 也就不好意思说了 嗯 明白 理解 理解 姚伟员或许也真明白了 一个贫穷的农民 去做富豪的上门女婿 肯定是没有什么地位的 所经历过的事情可能不堪回首 于是赶紧说道 我们只是心里有一些急 所以想你帮我们想一个办法 看一下能怎么验证这回事 看来 这样呀 我觉得有两个途径 一个是找到林天龙或者他老婆胡小英 他们肯定可以验证林妙究竟是不是他们亲生的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验 DNA 吴凡想了想 非常肯定的说道 林妙连身上有胎记都否认 林天龙可能更加不会承认 林妙不是亲生的呀 再说我们想去见林天龙一面 他的保镖也不让进去呀 又当如何 姚伟员还是一脸的无奈 也是 这些都要他们配合的 不管是林天龙他们亲口确认 还是DNA燕青 都要他们配合 吴凡一边说着一边挠着头 显然一时之间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对了 这时姚方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说道 验DNA就是验血吧 吴凡 你看有没有可能搞到林妙的血呀 哪怕是偷偷的也好 搞到一点后 就悄悄的去验DNA 这样就不用他们配合 你觉得怎么样呀 行 行 吴凡想都没想的就答应了 我有机会时就搞点他的血 交给你们去验DNA 谢谢 谢谢 姚伟员激动的站了起来 紧紧的握着吴凡的双手说道 我就说你应该有办法吧 对了 大概要多少时间能搞到他的血呢 吴凡本来是想说四个月的 到时候林妙生吓了儿子 不是要和自己验DNA吗 顺带弄点他的血和姚伟员咽一下 应该不是难事 但是看着姚芳一家三口渴望的眼神 他又有一些不忍心拖那么长的时候 于是赶紧改口道 下一个星期吧 我会想办法的 你们放心 好好 太感谢你了 姚家三人相视一笑 齐声说道 吴凡带着姚芳一家三口人 在桃园村大致地转了转 特意去到了桃园村养老中心 和生态农庄等地看了看 一边走 吴凡还一边做了详细的解说 把自己心中的规话说了出来 两个小时后 几个人又回到了吴凡的家里 太好了 吴凡呀 听你描述之后 我就感觉到这里一定会是 真正的世外桃园 这里的人不仅生活在风景最美 空气最好的地方 而且衣食无忧 是真正最幸福的人 要是我们也能住在这里就好了 听了吴凡的讲述之后 姚芳很是激动地说道 你们可是县城的人 在城市里生活惯了 来到我们这里真的能适应吗 吴凡笑了笑 虽然是在质疑他们 但是心中还是有一些得意 因为他心目中的桃园村 以后就是全国最美丽的乡村 城市里有的这里基本上也会有 这里有的太多自然风景 城市里却根本不具备 当然能呀 其实我们已经厌倦了在城市里的生活 姚伟员很是认真地说道 对了 吴凡 你刚才说你们公司要招人 要么 把我和你婶婶招进来吧 这样我们间接的也算是住在桃园村了 怎么样呀 姚伟员想了一会 有些祈求地看着吴凡 对呀 一举两得呀 一方面你反正要招人 另一方面也满足了 我爸妈要住在这里的想法 而且还能有一笔收入 三全其美呢 怎么样呀 吴凡 可以吧 姚方有些急切地摇着吴凡的胳膊说道 姚叔呀 如果你和婶婶真的愿意来 我肯定会答应的 反正制药厂最多一个星期就要开工了 正好需要十来个人 吴凡也不来虚的 直接说了出来 太好了 太好了 我们一定来 一定来 吴凡 你放心吧 我们虽然是城里人 但是什么事情都能做 一定不会给你丢人的 姚伟员像是在做保证一般 那我当然知道 这样吧 你们可以回去再考虑一下 明天给我一个确定答复就行了 好吗 吴凡想着的是给一个缓冲的时间 免得他们一时冲动 明天又后悔了 不行 不行 吴凡 不用等明天了 我们今天就决定了 关键是你一定能答应吗 姚伟员显得有一些急不可耐了 一定答应 那你们在家等着 通知来上班时再来 我们到时候会安排好宿舍 然后公司还有食堂 免费吃住 行吧 太好了 吴凡 就这样定了 我们等你的通知 姚伟员和老婆相视一笑 一脸的幸福 就在这时 吴凡的手机响了 他见是林英打来的 就赶紧接听 姐夫 怎么回事呀 吴雪根本没有出来 我们进到学校里面找 也没有看见人呀 现在学生都走光了 他会不会自己回来了 林英有些紧张地问道 不可能 不可能 上次就说好了 我会在学校门口等他的 每次放寒暑假 我都会去接他 因为有被子和箱子等东西 他一个人提不了 不可能自己回来的 吴凡非常肯定地说道 那不会出事了吧 学校已经没有学生了 老师也说 他应该已经离开了 出事 吴凡身体一震 紧张地说道 不可能吧 他宿舍的东西还在吗 不在了 宿舍一片狼藉 林妙非常肯定地说道 这怎么可能呀 你们去道师学校才开门的吧 吴凡嘀咕道 对呀 我们还等了一会才开门 学生蜂拥而出 我们就是怕错过 所以一直盯着 虽然学生很多 我们可能会看不见 但是我们站在显眼的地方 吴雪出来要找你 也一定能看见我们的 可以确定 他没有出来 现在怎么办呀 报警吗 林英紧张无比地说道 这样呀 你们先和老师说一下 我马上赶过来 等我过来 再决定是不是报警 吴凡马上做出了安排 挂了电话之后 他对姚芳三人说道 姚叔 沈申 还有芳姐呀 我临时有事 要去我妹妹的学校一趟 这样吧 你们中午就和村民一起吃饭 我跟他们打过招呼的 另外 我待会还会打电话 跟制药公司的经理苗翠花说 以后叔叔和婶婶就去制药公司上班 他会安排你们的 行 行 你有急事就赶紧去吧 我们会照顾自己的 姚伟员已经看出来 吴凡接了电话后神色大变 于是赶紧挥了挥手 不好意思了 招待不周 回来再说 吴凡说了这一句后 就冲出了家门 他想到这里离路口那么远 奔驰车也开走了 等自己赶到学校 可能都是两个小时以后了 管不了那么多了 骑虎大侠去吧 于是他赶紧叫了三声 虎大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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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就在叫完之后 他猛第一拍大腿 因为突然想起来了 虎大侠昨天晚上已经死了 没办法 吴凡叹气一声 就想着跑步下去了 就在这时 树道强劲的风声呼啸而至 四头一百多斤的老虎 猛地扑向了吴凡 后面 想要目送吴凡离开的姚家三人 刚好看见了这一幕 吓得惊叫连连 特别是姚伟元和他老婆 直接吓得跌坐在地 而姚芳也是吓得花容失色 一时之间待在了原地 他们肯定认为这四头老虎 会把吴凡吃掉 吴凡见是四头小老虎过来了 开始是愣了一下 马上就明白过来了 不会吧 难道是昨晚 虎大侠在临死时交代了他们 如果吴凡叫虎大侠时 就让他们出来接替虎大侠 吴凡 心里惦记着妹妹的安危 来不及多想了 就对已经在自己脚边磨蹭的老虎说道 你们谁能驮得动我 送我到陆桃园村路口去坐车 话音刚落 四头老虎里面中 稍显大一点的一头 就马上蹲在了吴凡的面前 没办法了 虽然担心这老虎的体重还不如自己 会不会把他累坏呢 但是吴凡更加担心吴雪的安危 于是赶紧坐了上去 拍了一下虎头道 好 你们有四兄弟 我以后就叫你老大 你们分别是老二 老三 老四 现在老大送我下山 你们三兄弟回去吧 其他三只老虎点了点头 马上就往山上窜了过去 而胡老大刚驮着吴凡 快速地朝山下冲去 后面的瑶芳一家人看到这一幕时 目瞪口呆 更加感觉到吴凡 这人实在是不简单 连老虎都成了他的坐骑 耳边风声呼呼作响 吴凡就知道 这胡老大还是有一点力气了 丝毫不费劲 吴凡冲到桃园村的路口 也只花了不到二十分钟 胡老大虽然有力气 但是经验方面不如虎大侠 所以综合速度还是要慢一些 你回去吧 尽量不要让别人看见你了 吴凡从虎杯上跳下后 拍了拍虎老大的头 然后挥了挥手 胡老大似乎听懂了 点了点头 然后转身就走 还好 等了不到五分钟 就有一辆中巴车过来了 吴凡在又坐了二十分钟的中巴车后 才到了龙江中学 他会合了还在学校里面的林英和小雪 此时此刻 学校也有一些急了 因为连保安都说没有看见吴雪出去校门 一个活生生的人在学校不见了 责任重大呀 所以校长带领一些老师正在四处找人 而且为了保险起见 学校选择了直接报警 派出所的所长杨如柳听说是吴雪不见了 那可是吴凡的妹妹呀 于是马上带着大批人马赶到了 也已经在学校各处展开了搜索 姐夫 怎么办呀 找不到人呀 而且警察 已经派人沿学校到回家的路途在搜寻 也没有看见人 这是怎么回事呀 林英看见吴凡后 一脸忧愁地说道 你别急 我来想想办法 吴凡虽然自己也着急 但还是安慰到 杨如柳听说吴凡已经到了 马上带着校长过来了 吴雪在学校里有没有和人结怨呀 吴凡看着校长问道 没有 我对吴雪很熟悉 这人聪明好学 而且有志于当老师 和同学的关系也好 从来没有和人吵过架什么的 哎 他会去哪里呢 实在是没有道理呀 学校所有的角落都已经找过了 校长眉头紧锁 非常不安地说道 吴凡闭着眼睛 揉着太阳穴思考了一下 然后说道 刘姐 哪里有监控呢 这里就是学校大门口有一个 但是没有看见吴雪出去过 带我去看一下 校长马上带着杨如柳和吴凡 来到了门卫视 吴凡只是看了打开校门 到学生出玩学校的这一段时间 校门刚一打开 很多等候在外的家长 就赶紧走了进来接人 这一天 龙江中学就只有初三 学生考试 其他年级的都放假 因为回家心切 所以初三年级 几百个学生加上家长 人数也是非常之多的 大家都一窝蜂地走出校门 看了一遍后 吴凡还真是没有发现妹妹吴雪的身影 不过他想过了 妹妹一直在考试 也和同学们一起回到宿舍收拾行李 既然学校里面没有 那就一定走出了校门 于是吴凡再一次看监控录像 这一次 他要求保安把录像播放速度放慢 眼睛死死地盯着屏幕 啊 这个是谁 在又看了十来分钟后 吴凡突然指着屏幕说道 快 暂停 暂停 保安赶紧按下了暂停键 这一下 大家看清楚了 只见一个身高一米七五左右 年轻男人 戴着墨镜 手里提着一个木箱 还有一场被子 旁边一个女孩子 居然也戴着墨镜 而且还戴着一顶帽子 背上应该背了一个双肩包 校长惊叫了一句 这女孩子好像吴雪呀 你看衣服就是她平时穿的那一件 是不是呀 旁边的吴雪班主任一拍大腿道 哎 刚才怎么没有注意呢 就是她 就是她 只是平时她很朴实的 根本没有想到她会戴墨镜和戴帽子 是她 随后几个认识吴雪的人都肯定了 这个人就是吴雪 而灵音却一脸惊讶地看着吴凡说道 姐夫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男人好像你呢 对了 就是你在我家的样子 没有长高时的样子 你仔细看看 她这一说 吴凡的注意力 还真的一到那个男人身上去了 开始是在吴雪的身上 这一看不打紧 她忍不住说道 我的天呀 这是怎么回事 那么像 就是不该戴着墨镜 看不清脸 但是能看清楚的地方都很像 杨如柳对身边的同事说道 把截图拍下来 马上去调查走访 看有没有人看见他们两个去了哪里 快 既然吴雪已经离开了学校 吴凡他们赶紧从学校出来了 因为学校的监控只能拍到大门口 可以看见吴雪和那个年轻人出去后离开了监控范围 肯定就不在学校了 这个男的是谁 你认识吗 吴雪为什么会跟着他走 而且虽然看不清楚脸 但是似乎非常高兴的样子 在门口 杨如柳看着吴凡问道 肯定不认识 但是说不定吴雪认识 要不然怎么会跟他走呢 现在就是要马上找到他们的去向 吴凡有一些担心的说道 他刚才突然间有了一个不好的念头 那就是这个男的和自己如此之相 会不会是冒充自己来接吴雪呢 而吴雪可能一时之间忘记了哥哥摔进山洞三个月之后 出来时 身高已经明显不同了 是 我们的人已经在外面调查走访了 相信肯定会有人见过这两个戴墨镜的人 毕竟你也知道 在这个农村的学校里面戴墨镜的人还是比较少 我估计那个年轻男人是有备而来 戴着墨镜的目的就是防止别人认出他和你妹妹来 杨如柳应道 杨索 就在这时 有警察走过来报告道 杨索 有群众看见两个戴着墨镜的 年轻男女上了一辆无牌的奔驰车 已经往县城的方向开去了 啊 上了奔驰车 吴凡听了后身体一震 自己在桃园村路口 坐上了中巴车后 不就看见一辆奔驰车迎面开下去吗 因为那辆奔驰和自己的很像 所以吴凡特意还回头看了看 似乎还正是没有车牌 走 上车 吴凡随即招林英和小雪招了一下手 快速朝自己的奔驰车走去 见他们的奔驰车开走了 杨如柳带着同事也上了一辆警车 在车上 他向局领导做了汇报 要求拦截那辆无牌的奔驰车 在刚会报完后 杨如柳的手机又响了起来 见是指挥中心打来的 赶紧接听 杨索 你辖区桃花村的群众报警 有小偷入室行窃 被女主人发现后 居然胁迫了女主人 现在女主人羞愤难当 正准备跳河 你马上安排出警 指挥中心的人员安排到 什么 杨如柳挂了电话后 一脸的愤怒 妈呀 今天是什么日子 怎么老是出事呢 杨如柳想着 吴雪的案子 已经上报了县局 县刑针队已经接手 自己赶紧去抓到切犯去吧 所以他马上打道回府 林英开着奔驰车 风驰电车般的往县城方向赶 在进县城时 有警察设卡拦截 看见他们的是奔驰车后 警察特别紧张 端着枪过来盘查 吴凡按叫不好 那辆无牌的奔驰车 肯定在警察设卡之前 就已经进入了天水县城 有没有从另一端出天水县城 就不得而知了 吴凡仔细的想了想 那个年轻人目标明确 只是接走了自己的妹妹 一定是有目的的 并不只是简单的 想掳一个女人 是谁要对自己的妹妹下手呢 对了 雷猛 吴凡脑子里突然灵光一闪 会不会是雷猛 他上次被自己打断了一只手 而且还把他用美人计 派到桃园村来的小蝶识破了 让他最得力的干将龙哥 被警察抓获 后来一段时间 都算是风平浪静 但是以雷猛这个天水 第一大哥的身份 他应该是不会就这样罢休的 于是吴凡果断的说道 林英 开到天水安保公司去 林英作为天水县首富的女儿 对天水县城自然是在熟悉不过了 于是一达方向盘 就冲向了天水安保公司 开门 我要进去 在天水安保公司门口 林英按了两下喇叭 对方还没有开门时 林英就探出头朝保安室 喊了一声 你是谁呀 保安好奇地问道 我是林妙的妹妹林英 林英自爆家门 啊 是林家的二小姐 保安一听马上就明白了 于是赶紧把门打开 让林英的车开了进去 为了讨好老板 保安还马上向雷猛报告道 猛哥 你小姨妹林英来了 我已经让她直接上来找你 什么 正在办公室的雷猛大惊 她赶紧站了起来 走到窗户边 撩开窗帘 怎么吴凡来了 当看见吴凡和小雪 在林英身边时 雷猛大惊失色 于是她赶紧按下了对讲机 黑狗 不惜一切代价 把进来的三个人赶出去 黑狗 身材高大威猛 脸色有黑 一脸凶相 是她的心腹大将 自从狂龙 因为被小蝶出卖 而进了监狱之后 黑狗就成了她最忠实的战将 也是天水安保公司的总管 权力非常之大 随时可以号令几百上千的安保人员 于是黑狗马上一声令下 所有在总部的兄弟 马上下去拦截 擅自闯进来的两女一男 黑狗并不知道要拦截的是吴凡 再说了 上一次 吴凡恶战天水安保公司时 黑狗并不在公司里面 所以也不知道吴凡的厉害 黑狗走到前面 指着吴凡他们三个吼道 哪里来的臭小子 长得高大就可以为所欲为吧 居然敢擅闯我们天水安保公司 你这是找死 找死的是你 小雪娇喝一声 就要上前动手 不过吴凡把他挡住了 救人要紧 他手指着黑狗 一字一句地说道 我叫吴凡 你马上跟雷猛说 让他把我妹妹交出来 只要我妹妹没有受到伤害 我可以不追究 只带着人离开就可以了 否则 别怪我血洗你们公司 吴凡 这下黑狗也是神色一阵 虽然他上次没有直面吴凡 但还是听说过 他和雷猛结怨的事情 夺妻之恨 不共戴天呀 这吴凡赢在了气势和道义上了 不过黑狗看了看自己 那么多的兄弟 加上自己的功夫 在天水安保公司可是第一号的 人称天水第一高手 还怕制服不了吴凡吗 要是吴凡一个人 可能还不好对付 因为他可以放手一搏 打不赢时 能溜掉也算是胜利 但是现在他身边有两个娇嫩的美女呀 只要控制了两个美女 那吴凡还不是任由自己摆布了 于是他冷笑道 原来你就是那个邻家废墟呀 也好 你和我们猛哥的恩怨 我今天一并了结了 现在我给你两个选择 一是你们三个人跪下来赔罪道歉 二是三个人躺着被人抬出去 你们选择吧 给你们一分钟做决定 说完 他还看了看手表 一副胜券在握的表情 吴凡眉毛 耸动了几下 杀气随之溢出 再一次手指着黑狗说道 最后一次警告 叫雷猛出来见我 我妹妹就是我的一切 感动我妹妹一根汗毛 我拼死也要灭了你们 黑狗赫然间感觉到心里一震 怎么回事 这个吴凡看似简单的一句话 为什么却有一股杀气 如滔滔之水狂烟而来 他身不由己地退后了一步 吴凡 还有二十秒了 我劝你不替自己想想 也要替旁边两位娇嫩的女人想想 虽然林音是我们猛哥的一妹 我们不会对她怎么样 但是这个白的像雪一样的女孩子 我们肯定会派几十个人来伺候 黑狗一边说着 一边邪恶地瞪着小雪 去死吧 就在这时 小雪突然娇喝一声 然后猛然伸出腿 狠狠地踹在了黑狗的身上 黑狗那庞大的身躯居然像是断线的风筝 凌空飞起 在砸倒了几个兄弟后 猛然落地 自作孽 不可活 吴凡此时此刻也是双眼圆灯 杀气冲天 所以在怒吼一声的同时 他像是猛虎一般 直接冲了过去 他的一双铁拳 犹如重磅炮弹 一旦被他打中 瞬间就响起骨头碎裂的声音 吴凡自己都感觉到有一些奇怪 记得以前虽然力气非常之大 但是比起现在来说还是要差一点呀 难道真的是昨天被雷击后 上天又给自己添加了神力 围在最前面的天水安保人员已经倒一下了圈 哀嚎声不断响起 助手 就在吴凡和小雪松一口气时 突然背后传来了一道吼声 你再动一下的话 灵鹰就要成为枪下亡魂 啊 吴凡和小雪回头一看 顿时大惊失色 刚才两个人都只记得重杀了 却忘记了还有一个根本没有功夫的灵鹰在那里 结果此时此刻的灵鹰 居然被雷猛从后面搂着脖子控制住了 而且雷猛的手里 赫然还有一支枪 正顶在灵鹰的太阳穴上 灵鹰身不由己地发抖 哀求地喊道 姐夫 救我 救我 把他放了 吴凡吼了一句 就想要冲上去救人 雷猛迅速地朝空中开了一枪 然后又把枪口指着灵鹰 对吴凡说道 吴凡 你可别以为我是开玩笑的 枪是真的 里面也还有子弹 而且我一定会开枪 不把你灭了 我这一辈子都不甘心 今天不是你死就是灵鹰死 做出选择吧 不 不 吴凡拦住了还想冲上去的小雪 然后对雷猛说道 雷猛 你把灵鹰放了 所有的仇 所有的恨 冲着我来 挟持一个女孩子 算什么江湖大佬 吴凡 你既然是哀求 我也可以给你一个机会 给我跪下 快点 雷猛得意地说道 你注意护着灵鹰出去吧 吴凡 见对方有枪 灵鹰危在旦夕 所以不敢应来 只好对身边的小雪说道 小吴哥哥 用肥刀 射死他 我能一刀毙命 小雪却还在跃跃欲试 不 不 吴凡摇了摇头 万一有偏差 他真的会开枪 我不想让灵鹰受到任何的伤害 你伺机带他离开 吴凡说完 普通一声就跪了下去 姐夫 姐夫 看见自己心中的偶像 为了自己下跪 灵鹰撕心裂肺地叫了起来 小吴哥哥 小雪身体一直在抖 总有一种放手一搏的冲动 雷猛 我已经跪下了 你放了灵鹰 吴凡没有理会他们 而是瞪着雷猛说道 哈哈 你放心吧 她是我的姨妹 我自然不会对她怎么样 不过吧 吴凡 你可别耍什么花招 实话跟你说 你妹妹也在我手上 是我派人去学校把她骗来的 你现在老老实实听我的话 我不仅放了灵鹰 还把你妹妹还给你 见吴凡跪下来 雷猛非常得意地笑道 果然是你 雷猛 我要是没死 这个仇一定会爆 除非你马上让我妹妹和灵鹰平安地离开 吴凡虽然已经愤怒到了极点 但还是冷静地说道 把她捆起来 雷猛朝围在吴凡身后的兄弟发话了 黑狗刚才被打了 正一肚子气呢 所以马上接过兄弟递过来的铁链子 亲自把吴凡的手脚 以及身上都捆了起来 真正的五花大绑 放人 吴凡在被捆的时候 没有任何的反抗 在被捆了之后 瞪着雷猛 一字一句地说道 她不敢反抗 因为林依还在雷猛的手上 而且妹妹吴雪 也应该确实是被她抓了起来 可以 我马上就放人 不过 吴凡 我还有一个要求呢 你给我带来的伤害 我要加倍偿还于你 雷猛冷笑着说道 赶紧放了林依和我妹妹 我任由你处置 好 雷猛应了一声 然后对小雪说道 你赶紧滚出去 只有你出去了 我才能放林依出来 最后才能放吴雪出来 不 不 我要陪着我小吴哥哥 就算要死也要死在一块 小雪柳梅竖起 扑在吴凡的身上说道 赶紧走 不然她就没命了 随后你和吴凡都会没命的 明白吗 雷猛用枪戳着林依的太阳穴吼道 我不会有事的 快走呀 保护好林依 吴凡心急如焚地对小雪说道 现在自己被绑住了 林依和小雪不趁雷猛没有改变主意前离开 之后只怕真的没有机会离开了 他们两个女的 如何能对付上百个大汉 而且看样子 还不止一个人有枪 走呀 不要害死了林依 见小雪还不愿意离开自己 吴凡只好对着她吼了一句 小雪愣了一下 似乎一肚子委屈 眼泪随即滚落出来 看见她这个样子 吴凡心里也不好受 不过 为了他们能活下去 吴凡也只有这样啊 再一次吼道 快走 快走 小雪紧咬着嘴唇站了起来 然后慢慢地往门口退去 同时瞪着雷猛说道 如果我家小吴哥可有什么损伤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 小雪退出门口后 雷猛朝一个兄弟示意 让他把林依也带出了门口 铁门框的一声关上了 回过神来的林依 不顾一切地拍 打着铁门口哭喊道 姐夫 姐夫 你们放过我姐夫吧 吴凡 挺厉害的呀 林妙子是你名义上的老婆 实际上以前时常被我玩 我都快完宴了 听说你一次都没有玩吧 可悲呀 但我还是挺佩服你的 居然把一妹子给完了 这可比林妙还要嫩呀 我以前多次想玩都没有玩到 你看她这个样子 真的是挺在乎你的 雷猛看了门口的林依一眼 然后用枪管敲打着吴凡的脑袋 一脸得意地说道 我妹妹在哪 你把她也放了 我任由你处置 吴凡现在的目的 就只有一个 让三个女孩子安全离开 吴凡呀 你是不是很恨我呀 我在你和林妙结婚前 就已经睡了她 她还怀上了我的孩子 哈哈 这戴绿帽子的滋味不好受吧 今天我要让你更加恨我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把你妹妹骗来吧 又是怎么把她骗来的吗 雷猛把枪在手里拍着 悠然地瞪着吴凡 你不就是要报复我吗 哈哈哈哈 雷猛笑完 就对跟着自己后面的一个心腹说道 让小龙把吴雪带过来 你要是感动我妹妹一根汗毛 我一定会灭了你的 听了她的话 吴凡神色大变 咬牙切齿地吼了一句 哈哈 吴凡呀 做人还是要有自知之明 你觉得我这么粗的铁链捆住了你 你能挣脱得了吗 我今天还就要清清楚楚地告诉你 我要当着你的面 让他从少女变成少妇 等着吧 雷猛一边说道 一边把手中的枪递给了黑狗 他叮嘱道 黑狗呀 你看着吴凡 要是待会还真能乱来的话 直接开枪打抱他的头 就是了 放心吧 猛哥 这么近要抱他的头 一如凡掌 黑狗洋洋得意地说道 把枪对准了吴凡的脑袋 而就在这时 让吴凡心如刀割的事还是发生了 一个长得酷似自己的人 真的把吴雪带过来了 此时此刻两个人都没有戴墨镜 吴凡特别的震惊 这个去龙江学校带走吴雪的年轻人 真的怎么那么像自己呢 哥 哥 吴雪走过来 当看清楚居然是吴凡被五花大绑跪在地下时 愤然正开了那个年轻人 一边撕心裂肺地叫着 一边跌跌撞撞地冲了过来 一把抱住吴凡 失声痛哭 哥 你怎么这样呀 他们怎么这样对你呀 我没事 别哭 吴凡强迫自己冷静 问道 吴雪 这个人是谁 你为什么要跟着他离开学校 哥 哥 你发现没有 他和你长得特别像 而且衣服发型都差不多 他来到学校接我 我当成是你了 就跟着他走了 我怎么那么傻呀 吴雪一脸懊悔地说道 啊 他和我 虽然很像 但是他的身高才一米七多吧 我可是一米九多 不在一个级别呀 你这都没有看出来 吴凡虽然心里很担心妹妹 但也确实有一点生气 我问了 我说哥 你怎么矮了 他说就像当初突然长高一样 现在突然就变回了原来的身高 你以前也是这么高的呀 我就信以为真了 对不起 哥 是我连累了你 你肯定是来找我 才被他们抓住的吧 吴雪泪如雨下地说道 见妹妹楚楚可怜的样子 吴凡也就不忍心责备她了 而是安慰道 好了 妹妹 没什么 以后多长典型就是了 然后 他对着雷猛说道 雷猛 你把我妹妹放了 要我做任何事 哪怕要我的命 我也不会眨一眨眼 赶紧让她出去吧 别急呀 吴凡 我刚才可是说了 会让她走的 本来吧 我也只是想把你妹妹骗过来 让你们去痛苦 只是没有想到 你们来得那么快 既然这样 那就当着你的面折磨她吧 让你痛苦一下 哈哈 雷猛说完 一把揪着吴雪的衣服 就像抓小鸡似的 把她拎到了自己的身边 助手 助手 无凡见状 热血冲顶 一边使劲挣扎 一边大叫道 雷猛 助手 你放了她 我任由你处置 就在她都觉得 自己的话肯定不会有任何作用时 雷猛还真的停下了手 她来到吴凡的身边 得意地笑道 真的任由我处置吗 是的 你要杀药寡 我绝无半句怨言 好好 雷猛更加得意了 朝旁边的一个兄弟伸出了手 没有想到此时此刻的事 吴雪虽然吓得身体发软 但脑子还是不迷糊 居然主动把雷猛抱住 然后回头看着吴凡道 不 哥 他怎么玩我 我也不会死 我不想让你死 你不要管我 接着他又对雷猛说道 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只求你让我哥离开 我一切都听你的 不过要先让我哥走 哈哈 好一个兄妹情深呀 都情愿为对方去死 真的让我感动的都想哭了 雷猛大笑道 雷猛出去后 马上打了一个电话出去 姐 姐 雷猛派人在学校里 劫持了姐夫的妹妹吴雪 我们一起来要人 雷猛居然用枪指着我 逼着姐夫下跪 现在姐夫被他们五花大绑在里面 随时有生命危险 你赶紧求一下雷猛 让他放过姐夫呀 姐 什么 他怎么可以这样呢 我马上找他 正在楚州人民医院的雷妙听了后 也是大惊失色 要是吴凡真的死了 以后自己生下来的孩子可就真的没有父亲呀 于是他马上把打了雷猛的电话 听见电话响时 雷猛松开了怀里的吴雪 掏出手机接听 见是雷妙打来的 他也许是为了刺激吴凡 于是有些夸张的说道 雷妙老婆呀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你那个废物上门女婿 现在正跪在我的面前呢 样子好狼狈呀 雷猛 我警告你 赶紧把吴凡放了 否则我和你没完 雷妙气的声音都在颤抖 什么 老婆呀 你们家不是一直想要他死吗 现在我帮你们完成心愿呀 你怎么这样跟我说话呢 我们可是真正的夫妻 吴凡只是你们林家的一条狗 你犯得着为了一条狗 而对我这个老公吼叫吗 雷猛更加夸张的大笑 雷猛 你只要把吴凡放了 我就帮你把孩子生下来 否则我一定把孩子打掉 让你们雷家绝了香火 林妙急的吼了起来 虽然他心里非常清楚 孩子究竟是谁的 但是既然雷猛以为是他的 当然可以借用这件事 来逼他 你怎么这样跟我说话 信不信我把你们林家密了 雷猛脸色一寒 顿时暴力 你看着办吧 只要吴凡死了 我一定说到做到 你最好马上把他放了 否则鱼死网破 林妙冷冷地说道 之后 他就直接把电话挂断了 他深知 给压力要一定的限度 否则可能适得其反 这个臭女人是怎么回事了 居然还替你求情 雷猛挂了电话 盯着吴凡 一脸不解地说道 雷猛 你马上放了我妹妹 否则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吴凡双眼圆瞪 杀气肆意地说道 刚才 雷猛所说的那些话 深深地刺痛了他 林家一直要自己死 自己的老婆被别的男人叫老婆 那男人还没有一点羞耻地在自己面前炫耀 哪一个有血气的男人能忍呢 于是此时此刻的吴凡 已经有了杀人的冲动 只要自己不死 就一定要让这个给自己戴绿帽子的男人去死 上一次放过他了 这一次一定不能放过他 而就在这时 吴凡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 之前不管他怎么运工都没有正断的铁链 在刚才自己一口鲜血喷出来后 有一些血落在了上面 结果现在那铁链发出了滋滋的声音 而且还有细小的气泡产生 这一切 哪怕就是站在他身边的黑狗都没有发现 无凡暗自高兴 看来是因为自己的血液里面有天体蛇之毒 可能对铁链有腐蚀作用 这样一来 自己就有可能正断铁链了 于是说完那句话后 他不再说话 而是暗中聚集真气 一旦力道达到最大时 再试一下看能不能挣脱 别威胁我了 林妙子说了不能让你死 又没有说不能打伤你 我先报了仇再说 雷猛面色猙獰的说道 然后他搜的一声 把匕首朝吴凡肚子上刺去 显然是想来狠的 一招就让吴凡失去反抗的能力 吴凡身体一震 忍不住就叫了一句 剑一刀就刺中了 黑猛高兴的连匕首也不拔出来了 兴奋的大叫道 吴凡 今天开始 你也好好地享受一下被人捅刀的痛苦吧 吴凡没有说话 刚才叫一句 已经泄掉了真气 他知道 再不聚集真气 接下来会面临更大的摧残 见吴凡似乎痛得说不出来话 雷猛更加得意地说道 吴凡呀 我这一刀并没有用全力 应该只是刺破了你的肚皮吧 放心 还不会死的 我不会让你那么快死 我要慢慢地折磨你 我要让你生不如死 让你精神上痛苦万分 哈哈 说完 他回到吴雪的身边 突然 他们听见一道雷鸣般的吼声 伴随着铁链剧烈抖动的声音 同时还感觉到了阵阵寒气奔涌而来 发生什么事情了 所有人的眼光 由小雪身上瞬间转移到了声音发出来的地方 也就是在他们看来已经绝望了的吴凡身上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所有的人大惊失色 因为他们赫然看见吴凡已经站了起来 像是巨人一般顶天而立 而他身上的粗大铁链居然被震断 一节一节地掉落在地下 有的甚至像是弹片一样 射向了四周 旁边有几个人被飞溅的铁链锁伤 忍不住发出了鬼哭狼嚎般的叫声 吴凡杀气暴力 眼见雷猛的魔掌伸向自己的妹妹 再也无法容忍 大吼了一声后 所有劲道往外使 果然轻易地就震断了自己身上的铁链 去死吧 吴凡顺势把雷猛留在自己身体上的匕首拔了出来 然后刷的一声 就把一支持枪站在自己身边的黑狗的右手斩了下来 可怜的黑狗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看见自己的手掌掉落在地下了 当然还有那支枪也同时掉在了地下 担心还有人捡起这把枪来害自己 吴凡快速地在上面踩了一脚 顿时 那支枪就已经散架子了 在吴凡的眼里 妹妹的安全大于一切 所以在解决拿枪的黑狗之后 吴凡右手猛第一扬 音爆声顿时响起 匕首像是一把利剑 带着死亡的气息朝雷猛呼啸而去 匕首硬生生地插进了雷猛的眼睛里 刚才的一切发生得太快 雷猛根本没有想到 他居然现在还能正断铁链 所以在那片刻 他是真的惊呆了 吴凡像是闪电一般冲了过去 然后又没有受伤的手 抓住了雷猛伸向无血的魔掌 同时用力一捏 顿时就响起了 咔嚓咔嚓的声音 雷猛的那只手瞬间断为两截 吴凡杀得兴起 顺手一把揪住雷猛的衣领 直接把他抡了起来 再把雷猛的身体举过头顶 转了三圈之后 吴凡顺势把他抛了出去 雷猛的身体再砸倒了几个兄弟之后 硬生生地掉在地下 他发出了令人听了毛骨悚然的惨叫声 虽然他还想站起来 号令手下对吴凡发起致命的攻击 只是却感觉到身体都不属于自己的了 就在吴凡见雷猛倒下了而正高兴之时 一道枪声响了起来 小心 吴凡听音变位 知道子弹应该是朝自己射来的 于是大叫一声 同时一把搂着吴雪 朝前一哭 滚落在地 在倒地的同时 吴凡已经看清楚了 开枪的 居然是那个长得很像自己 被雷猛称作小龙的人 吴凡大怒 就是这个人骗了吴雪 冒充自己 这才有了后续的一系列惨剧 而此时此刻的他 居然还要开枪打死自己 绝对不能放过他 电光火石之间 吴凡掏出了随身带着的小飞刀 然后就要朝小龙的咽喉飞射而去 不过就在射出去的瞬间 吴凡却把手往下移了一点 因为他突然间好奇 这个男的为什么能和自己那么相似 要是死了 自然就得不到真相了 所以暂时放他一马 小飞刀本身就不大 加上速度飞快 真正的有如闪电一般 再上那个小龙 显然是没有想到有暗器袭来 没有防范 于是飞刀直接刺中了他拿枪的手掌 他发出了一声惨叫 手中的枪也掉在了地下 吴凡趁机冲了过去 然后一脚把枪踩碎了 在小龙想要逃走时 吴凡一记重拳打在了他的前门穴上 小龙顿时就倒在了地下 快 走 解决了小龙之后 吴凡快速地回到了吴雪的身边 一把搂着他 就朝大门冲了过去 再不冲出去的话 即使警察来了 李明的人也会趁乱把自己和妹妹打死的 拦住他们 打死他们 为猛哥和我报仇 谁打死了他 奖励一百万 砍他一刀的话 奖励十万 杀呀 杀呀 果然后面的黑狗忍着剧痛大叫道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那上百个安保人员 听说了有如此丰厚的奖励 再加上看见吴凡跑过去时 身体开始摇晃 一路都是鲜血 也知道他坚持不了多久 所以都抽出刀 嗷嗷大叫着冲了过来 姐夫 姐夫 快 快 门口 林音看见这一幕后 跺着脚 急切地大叫道 而小雪见识在视状不开门时 看了看几米高的铁门 打算爬过去 只是纳铁门也好 还是围墙上也罢 都有道次望 人根本爬不过去 除非就是飞过去 见吴凡竟然挣脱铁链 还把吴雪救出来了 小雪赶紧从旁边一个花坛里 捡了不小的石头过来 吴凡实在是快坚持不住了 一个踉枪倒在地下 后面的人追上 直接在他的杯上砍了几刀 就在这时 小雪手上的飞刀帅先寄了出去 然后飞刀没有了 就把手中的石头飞射而去 飞刀和石头命中了几个安保人员 他们见外面的小雪暗器如此厉害 非常害怕 忍不住就退后了几步 吴凡趁机艰难地爬了起来 然后又搂着吴雪往外面冲 门口的林音和小雪急切地叫道 同时还伸手想要把他们拉出来 只是 那铁门上可是落下了一把大锁 吴凡看了看 心中已经有一些绝望了 这种锁并不比刚才捆住自己的铁链戏 要是平时自己还是能轻易地拧断它 可是现在血都快要流干了 伤口已经让它凝聚不了真气了 如何还能搞开呢 而偏偏这时 小雪手中已经没有石头了 砍死它 它不行了 砍死它 谁先砍死它 就可以多拿一百万的奖励呀 砍死它 黑狗见吴凡被堵在门口时 直到最后的机会来了 于是又大叫了一声 你躲在我身后 吴凡已经没有了退路 他把吴雪放下 用自己的身体挡住它 黑压压的恶徒扑了过来 吴凡知道 自己只有拼死一战 用最后一滴血来保护妹妹了 当一把砍刀砍向自己时 吴凡左手往外一挡 右手猛第一击重拳击出 顿时 这个大汉的脸上开花 手中的刀也脱手而出 吴凡顺势接过那把砍刀 往前一步 和对方厮杀起来 他的目标只有一个 坚持 再坚持 一直等到警察赶到 绝对不能让妹妹受到伤害 很快 在吴凡的周围 就倒下了一大堆对方的人 足有四五十人之多 雷猛手下的人 见吴凡都成血人了 还有那么强的战斗力 吓得都不敢上了 把他当成了战神 不过 吴凡显然也已经是精疲力竭了 在把他们逼退后 不得不一步一步地回到吴雪身边 身体完全把他挡住 妹妹 你要是还能活着 好好照顾爸妈 吴凡声音 低沉地说了一句 哥 哥吴雪只是在无助地哭泣 杀了他 黑狗回过神来后又大叫了一句 因为他看出来了 吴凡已经没有一点力气了 与其说是 吴凡在用身体保护他妹妹 倒不如说 他是靠妹妹身体的支撑 才能勉强站稳了 吴凡挥刀挡了几下 终于不敌 又被砍中了几刀 哈哈 要死了 要死了 终于要死了 见到这一幕 站在后面指挥的黑狗得意的大笑 去死吧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 吴凡突然晃了一下脑袋 让自己清醒一点后 大叫一句 然后把瘦中的砍刀飞了出去 那柄砍刀竟然不偏不已的 从黑狗的脖子上穿了过去 过了十来秒后 黑狗的身体才轰然倒地 这一幕 让旁边的那些安保人员都惊呆了 心中惊骇不已 突然空中响起一道怪异的声音 大家抬头去看 瞬间又是一阵惊恐 我的天呀 来了外星人吗 只见一个圆形的大球快速地 冲到了铁门内里的院子上空 不管是天水安保公司的人员 还是外面的林英和小雪 都没有见过这种古怪的东西 当然很震惊了 让里面安保人员更加神色大害的是 这个球形物体居然直接落了下来 他们赶紧往四周撤 害怕呀 怎么敢和外星人较量呢 紧接着 从球形飞行物里冲出来三个人 三个角色的外国女郎 是尼家三姐妹 是他们 门口的小雪和林英见了 惊喜地叫道 他们杀死了我的小吴哥哥 快把门打开 让我进去收拾他们 小雪大叫道 尼家三姐妹快速地冲了过来 吴凡 吴凡 他们拉着吴凡喊道 见吴凡没有反应 他们就赶紧抬着吴凡 冲向了球形飞行物 一边还对吴雪叫道 妹妹 跟上来 再把吴凡和吴雪送进球形飞行物上之后 那飞行物的门自动关上 三姐妹又冲了回来 一二三 他们大叫了一声 竟然合力把那把锁拧开了 赶伤了我的小吴哥哥 我跟你们拼了 憋了一肚子怨气的小雪冲了进来 捡起一把砍刀 犹如猛虎下山之势 静止朝那些安保人员冲了过去 而你家三姐妹也各自抄起了一把砍刀 红卓眼指着那些安保人员说道 你们这些恶棍 敢伤害我们的老公 今天就是你们的死期 说过后 三个人呈善行 朝那些安保人员冲杀而去 刀光剑影 骇人杀气 奔涌而去 就在这时 有警笛声响起 有远及近 呼啸而来 不过除了门口的林茵暗自叫好外 里面的人都完全没有顾及这种声音 因为里面正在进行一场生死大战 安保公司院内响起一阵一阵砍刮切豆腐的声音 在三个新猫国精英战士和功夫 仅次于吴凡的小雪面前 这些安保人员根本就不是对手 所以很快 他们就倒下了一大片 可以说眼睛能看见的地方 都是躺着的他们的人员 还有一些安保人员 见识不妙 就马上开溜 但是他们怎么都没有想到 四个女孩子真的如影随形 瞬间就到了自己后面 一刀下去 就不得不趴下了 当大批警察冲进来的时候 已经没有一个站着的安保人员了 四个女孩子被靠被站在那里 警惕地瞪着四周 脸上还有愚怒未消的表情 周身弥漫着杀气 这个时候 只要还有人赶出来 他们就会毫不留情地砍杀过去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带队进来的华冷风看见这一幕 心中大害 他怎么都不敢相信 地下躺着一百多个安保人员 只有四个女人还站在那里 放下枪 放下枪 见自己的同事 居然还端着枪指着 你家三姐妹和小雪石 华冷风赶紧下令 听了华冷风的话 所有的警察赶紧放下了枪 并且转身去控制倒在地上的人 没事了 没事了 你们放松一点 华冷风走到四个女孩子的前面 陪着笑打招呼 你来得正好 他们要杀死小吴哥哥 我们才出手的 赶紧把他们都带走 小雪见识华冷风来了 马上把受伤的砍刀扔了 笑嘻嘻地说道 他自然认识华冷风 知道他是华神医的儿子 和吴凡的关系非常之好 说完 他们三个就往球形飞行器冲了过去 你们 有警察想要把他们拦住 毕竟他们可是案件的当事人呀 但是华冷风又瞪了那些同事一眼 说道 救人要紧 放心吧 他们绝对不会逃逸的 如果真要追究他们的责任 随时可以传唤的 说完 他跟着四个女孩子冲了过去 当看见吴凡浑身是血躺在里面一动不动 而吴雪滩坐在他的身边痛哭不已时 华冷风一阵悲凉涌起来 感觉到仿佛天塌下来了 你家老大伸手挥了一下 飞行器的门马上关上 然后平地起飞 迅速地升空 消失在了远方 这是什么东西呀 这三个女人是哪个国家的呀 怎么会帮助吴凡他们呢 华冷风身边的同事仰头看着消失的飞行器 一个个都满脸的震惊 华冷风自己也是一脸疑惑呢 他们可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 原地腾空起飞 并且几乎没有什么声音 速度也是非常之快 一眨眼尖就消失了 而且刚才似乎也没有看见有人在操控 太神奇了 一个小时之后 华冷风松了一口气 现场一共死了十个天水安保公司的员工 受伤的多达130人 地下血流成河 哀嚎遍野 经过几个小时的研究 相关部门定性无凡 他们是正当防卫 不用承担任何责任 而天水安保公司 私藏枪支 绑架 非法拘禁 猥亵 聚众杀人等等恶行 实乃罪大恶极 即日起吊销公司牌照 所有人员就地解散 该抓的抓 各位听友朋友们 被窝故事继续连载精彩故事 如果觉得故事好呢 就点击订阅 点赞支持一下 你的支持 是我更新的无限动力 想要继续精彩故事 请按照聚集顺序开启下一集